近这几天,很多国家都对中国风惯 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昨晚很晚看了一些最新的冠状病毒资料 我觉得这些新的资讯 可能就是这么多个国家都决定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 我想讲的其实就是两份医学报告 是第一次有西方先转国家 他有第一手自己的病人去做了一个研究而出的报告 就是说第一次他有本国的人感染了新SARS 他整个过程就跟进化验 从而去看病的过程和病征 这两个报告分别来自美国和德国 在现在谣言满天飞的时候 我们做医生的,我们只能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那我的责任就是将现在我们掌握的 虽然很少,但是这些证据 准确地告诉大家 好闲外休息了,那我先讲一讲德国的报告 德国这一刻就起码有四个人已经确诊了有新冠状病毒 在一月中旬就有一个上海的女人 那他去了德国就跟一家德国公司的business partner 就是有一个商业伙伴开会 开了两天会 那这个女人就全程是没有病征的 那他什么时候发病呢? 原来他就是搭飞机回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发病 接着就在中国确诊有这个新的冠状病毒 那他跟他开会这个德国人在开完会三天之后就开始有病征了 那他开始有病征就是1月24日 那他的病征主要是喉咙痛、周身骨痛、发冷这样的 那在第二天就跟着就发展成为发高烧39度多这样的 就开始就有点咳咙了 再过一天就1月26日的黄昏 那他就觉得自己好了很多 没什么不舒服了 那再多一天就1月27日 他就开始上班了 那他上班这天呢 德国当局就请了这个德国人去做测试 那这个德国人才被确诊 那大家留意哦 这个时候那个人已经觉得自己没事了 德国当局呢也都做过contact tracing去看一看 就跟一间公司工作的人有没有病征呢 真的发觉有另外三个人呢 就是确诊到有这个冠状病毒的 那这三个人里面呢 只有一个就接触过那个上海女人 另外那两个呢 只是接触过那个德国人 就是第一个case的 就是说呢 这两个人呢 就是因为德国第一个患者而传染到回来 就是说已经出现了社区感染的情况 在1月29日呢 他们就在那个第一个患病的 那个德国人的痰里面呢 就验出有大量的这个新冠状病毒在里面 这个时候呢 那个病人已经是康复当中没有什么病征了 好了 那就是代表了什么呢 第一样东西很重要呢 就是说 原来呢 就说这个病呢 很肯定在潜伏期间 就是说那个上海女人 根本完全没有病征的时候 都可以传染人的 他就将那个病呢 传染了给那个德国人 第二样东西很重要的呢 我怀疑呢 可能就是 这个病为什么在中国传染得这么厉害 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这个病人呢 在他的病征好了之后 三天了 那这个痰里面呢 仍然有非常之大量的病毒 有机会传染人 那就是意思呢 就说他 就算觉得病征好很多 好紧的时候呢 他仍然有机会传染人 那第二个报告呢 是关于美国第一个确诊个案的详细记录 那这个人呢 就在1月15号呢 就由武汉呢 回到美国的华盛顿 那在4日之后呢 即是19号的时候呢 他呢 他呢就觉得有点咳 还有有点轻轻的 不是烧点啊 轻轻的 那他因为听到 CDC的那个呼吁呢 就说如果去过武汉的话 有这样的病征呢 就建议去做检查 那他就很乖啦 那他就去了做检查 美国疾控中心呢 就决定呢 要帮他做这个 这个冠状病毒这个测试 那turn out呢 就是positive的 就收了去入院啦 就在隔离病房这样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仍然有点咳啦 开始有点呕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照的X肝片呢 那个肺是清的 接着那4日里面 他在医院呢 他主要的病征呢 都是停下烧下这样 那继续有咳啊 非常之累的 开始有肚射 医院方面呢 就帮他验一下大便啦 那在大便里面呢 也都验到有这个冠状病毒 大家要注意啦 接着那一天呢 他再照肺的时候呢 肺就开始花了 这个时间呢 就是他开始发病的第9日 他第9日呢 之前呢 一直病征都是很不明显 好像普通感冒那样的 但是到了第9日呢 就开始有肺炎的象征 那美国医生考虑到呢 这个人有机会变成 严重的肺炎呢 所以呢 他就试了一种 试验性的抗病毒药 那看看有没有效果 那样 幸好啦 用了这一日后呢 那病人的情况呢 就开始有进展了 那到那个出报告之刻呢 大概都是两三日之前左右呢 那他已经没有什么发烧了 或者是偶然有点咳嗽 有点流鼻水 那在美国这件案子 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这个病呢 可以初期呢 病征非常之轻微 到后期呢 可能过了8天啊 这样呢 那才开始有肺炎的病征 出来会开始气粗 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 大家都要留意了 原来这种病呢 会影响到病人会哭和呕 而当他射的时候呢 大便里面呢 是带着这个冠状病毒的 这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去公共厕所的时候 你不知道之前是谁用过 还有很多时候 那些人又没有冲刺的时候 盖着这个习惯 那他如果真的带着这个病毒 去完厕所的话 他一冲刺的时候 整个厕所周围呢 就充满了那些带着病毒的水点 你去用的时候呢 那就很高风险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养死的习惯 就是去完厕所一定要盖盖冲刺 还有呢 去完厕所 也要去公共厕所 一定要洗干净手 总结回呢 在这两个案件 我们学到什么呢 那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 这个病呢 在潜伏期间 就是说病人完全没有病征的时候 一样会传染到给人的 而在病人复原期间 都仍然有机会会传染人 那当然病发的时候更加不用说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病呢 初期啊 甚至病病发的时候呢 那有一群人呢 都病征不是太明显了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好几天啊 差不多一个几星期之后呢 才开始有肺炎 都不出奇 而在病者的大便里面 发觉有这个冠状病毒呢 那一来我们知道 这个病呢 跟尺寸差不多了 就是说有机会影响呃呕 而有射的话呢 那大便里面 带着这个冠状病毒呢 很明显就有机会呢 能够经大便传染其他人 如果这么说的话 就是说 只是去测发烧 可能呢 就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去阻折那些有病的人进入香港 带着病毒的人呢 很可能已经在我们身边了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全民呢 都要做好准备 每一个人呢 全时间都要戴口罩 洗手消毒 一定要做足够 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呢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如果你有家人 有朋友 还觉得 诶 谁会到我啊 戴口罩做什么啊 都不关我事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戴口罩 记得 头 size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些办法呢 虽然卡一些很简单 那 也是 initi terror呢 但是呢 那这些方法呢 可能是 香港唯一 甚至是最后一个机会 防止香港 中选尸文化 去防止这个病毒 在香港落地生根 并且引起大爆发 这个呢 是最后一道板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